-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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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覺得直播的確直播吃東西絕對是有那個 - 當然是有 因為看起來如果那東西很好吃的話 你就會被看了以後就覺得很餓 對啊 - 嗯 - 好吧那個所以我們那個 - 超人客戶對就在XXY的 專訪當中 三月就是 - 結束這麼 - 在酸辣粉 - 是你今天好 因為你今天有去看那個 小頭家住 - 喔對啊 - 欸你有看決戰賽沒點嗎 - 沒有耶 -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神奇 - 他沒有找你嗎 - 啊...車庫 啊 Principal最近的那個 - 的宣傳他有重組了 就是他跟去年的不太一樣 所以那個更 Parent 對阿 因為他們就收回來自己做 是的 所以就變成那個 對啊 好吧 那沒關係我先花一點時間講一下 雖然他是7月13號來上 好久 但是我看完我真的覺得 好喜歡喔 我的媽啊 你知道 怎麼這麼好看 這小偷家族嗎 不是不是不是 我先講決戰賽末點 對不起 決戰賽末點 決戰賽末點 我覺得他注定是一部會被大家忽略的電影 但是我自己真的超喜歡 來我看一下喔 來讓我念一下 雖然他7月13號還上 所以到時候7月13號可能會再講一次 就是如果你們有人有去看的話 我們可以再聊這樣子 好 劇情簡約超簡單 有獎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有獎跟沒獎一樣 好 本片聚焦在1980年溫布頓網球公開決賽 兩位網談名將比約恩伯格 與約翰馬克安諾的宿命對決 冷靜沉著來自瑞典的獲勝機器伯格 與脾氣火爆有網談壞孩子之稱的馬克安諾 兩人看似站在天正的兩個極端 卻共享了職業運動員在民氣與成就的光環下 身為凡人的那一面 好 好啦 不算 沒有沒有他沒說謊 只是講得非常簡略 你知道嗎 你們平常在座幾位 來賓們 那個有人有在看那個網球網 平常有在看網球網 沒有 我只有看過網球王子 看網球王子 看網球王子 網球王子 網球王子 網球王子是奇董門 環象八球 中熊漏王 好吧 那 那我只能夠自己稍微說一下 應該不會很長 就是 花點時間 聽我說吧 這個 這部片 他其實 雖然他是一部運動電影 但是他我覺得他比較特別的是他沒有花時間去 他沒有花非常大的篇幅去讓你看這個球技的部分 就是平常有的時候不是你看那種籃球比賽 然後他就會他就會有出現那種展現那種球技的那種 畫面 就是哇什麼灌籃啊或者是那個超級 然後或者是 呃過過後閃人啊之類的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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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 對啊 然後可 這一部呢基本上是非常 呃 他 呃 一直有很大的篇幅在描述他們在準備之前 就是在打打決賽之前他們的那個心情 然後 然後這個可是我在看的時候就是覺得看到後來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因為他這場比賽其實是 後來回去看就是這是網球網球賽史上面一個最非常驚人的比賽 因為因為拉鋸拉鋸的太久 就是打就是感覺起來兩邊基本上你到最後你真的完全都不知道誰會贏誰會輸的那種感覺 那一開始呢那個男主角那個什麼 柏格 他是一個 對人家說是瑞典兵人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冷漠 他是一個看起來非常冷靜的每次訪問他 基本上有點像是那種訪問王建民什麼的你知道 就很冷 基本上他不會給你什麼 不太會給你什麼回應 他就只跟你講說 呃 還不錯啊 或者是我今天準備OK啦 就是 會從他 你從他那邊那個媒體應該都會覺得 要很難從他那邊挖到很多訊息 你知道嗎 因為他都他講的東西都是平平淡淡 對 可是 另外一邊呢就是西亞里畢弗演的那個 喔 就就很有趣 就是他常常打一打然後就罵髒話 然後那個什麼 就在那邊丟丟球拍啊 然後或者 或者去跟那個什麼 就是裁判裡面爭論這樣子 You can be serious 然後什麼 然後 幾乎所有的那個什麼 當時啊所有的那個觀眾都很討厭這個人 就是 就變成他只要一出來你知道 大家就虛他 然後就有點那種 那在那個時候 跟他們旁邊會播一些那種那個 那種播報 播報員講的話 就是播報員會描述一下這個情況說 這種事情事所罕見 很少會發生這種 會很少會發生這種 會很少會發生這種 那個整個場上的人 都在虛那個選手的一種狀態 這樣子 那 可是 欸 但是他們這兩個啊 就是被稱為 冰與火 一個是那個 瑞典冰人 然後跟火爆脾氣的小子這樣子 那 但是這部電影 他在最後其實 呃 並不是要講他們兩個人恩怨情仇 而是在描述 比賽前的壓力這件事情 嗯 對那 比較 比較多的篇幅是集中在那個 呃 冰的那個瑞典冰人那一邊 就是柏格這邊 對那柏格 呃 他有人描述一下柏格他以前 是什麼樣狀態 他現在是什麼狀態 就花還蠻多時間的 像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是去 去做 去比賽 去比比然後去練習 練習以後然後 在路上然後發現自己的那個 他那邊有一段戲是他要去開車 結果發現他鑰匙不見 所以他只好走路 他只好走路回家 可是走路回家 所有人都發現 就就認出來 他說柏格柏格 然後就要他那個什麼簽名這樣 然後他 就是為了要躲避這個人潮 然後就躲到了咖啡店裡面 躲到咖啡店裡面呢 然後想像那個什麼 咖啡店老闆要一杯咖啡 可是他喝完了咖啡以後 就發現說他手上 他因為錢包被帶 因為他的那個鑰匙不見了 所以他的錢包在車子裡面 所以他就只好很囧的 就跟那個咖啡店的老闆說 對我是不是可以等一下再來付錢 這樣子 對然後 老闆說不行 你知道嗎 因為老闆沒有認出來 他是 他是網球名將 你知道嗎 然後他 然後老闆就叫他說 就是他說那 不行的話 那個老闆就叫他說 去幫忙工作 搬東西 因為他已經叫一杯咖啡 他沒有錢 沒有錢付嘛 那這樣突然間尷尬 老闆又不希望他走掉 就叫他去搬東西 可是呢 那段還蠻有趣的 因為柏格還蠻開心 去做這件事情 對 那是在電影的一開頭 然後我一開始搞不清楚 他為什麼這樣子 但是我看到後來就知道了 他其實還花蠻多時間 在形容 柏格這個人 他壓力非常非常大 他當時的情況是 他已經連續拿到四次的 溫布頓網球冠軍 從來沒有人拿到過四次 然後他即將要參加第五次 就他 他如果第五次再贏就是破紀錄 對 但是呢 就所有人都在問 所有人都在關注他 說會不會破紀錄 會不會破紀錄 可是他其實 很痛苦 你知道嗎 因為他其實也希望能夠破紀錄 就有一點 你贏了太多次了 可是你自己其實每一次都贏得很辛苦 你自己其實每一次都不是很有把握 你知道嗎 可是人家就一直希望你能夠再贏 再贏多一點 因為你再贏一次那個什麼 我們才有新聞可以做 我們才有話題可以講 對 可是他其實就 他他對這件事情都是能出 因為他對外的那個其實都是非常非常冷漠的 你知道就是他很平淡 他對大家在訪問他的時候他都是很平淡 對 可是 呃 但是呢 他我覺得那天有一段還蠻還蠻有趣 因為他其實有兩 兩個他他會對照兩個角色 西亞里畢伏的部分跟那個 柏格的那個什麼 那個瑞典冰人的部分 西亞里畢伏的叫什麼 呃 喔 馬克安諾 馬克安諾 為什麼會如此脾氣暴躁 因為他在網球上的壓力也很大 但是他的壓力是屬於外放型 他當然當他一遇到壓力他就暴躁 他就跑銷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開始在那邊 但是裡面 大概是切到那個瑞典冰人的柏格在看他的比賽畫面的時候呢 其實 就是 既然有出現心有氣氣焉的那個 情況 欸 對 因為就是旁邊有一段戲是他老婆說 我覺得他根本就在亂來這樣子 然後只有只有 但是只有柏格就是說 不 他這也是一種方法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畫面一轉 就是柏格年輕的時候也一樣 他就是會在場上在那邊咆哮啊 暴怒 然後或者是裁判判不對 然後他對裁判判的那個東西會非常憤怒 然後火然後摔球拍要幹嘛 你知道 然後 只是後來他遇到了那個 教練去把他導引過來 教練跟他講的就是說 你必須要把你所有所有的激情全部 導引到 只有把這些那個什麼 把這些能量去用在發球 抽球 然後那個或者是反擊 或者是殺球這些 你不要把 你這些能量用在不對的地方 不要浪費在別的地方 他遇到了一個教練 去導引他這件事情 然後那個教練一開始 拉他裡面有 那個孩子還是那個瑞典冰人的孩子 是真的那個演員 是真的那個球員的孩子 把他找來演那個 演瑞典冰人年輕時候這樣子 因為後來看一看這部片 就瑞典片 那根本就是瑞典在拍他們自己國寶的電影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電影裡面的人幾乎全都是 都是大概除了那個誰 因為他是美國 美國那個什麼 演美國的球員 所以他是演美國 他是美國人其他人就是瑞典的人 都是瑞典從瑞典紅到美國去的那個紅星 然後演這部電影這樣子 然後 那一段啊 但是因為教練為什麼能夠制得住他 因為教練一開始呢 跟他講的就是說 因為他那時候是年輕的時候 然後挖掘他的時候說 你想要禁文不頓嗎 我進去過這樣子 我曾經三次進去 對 所以他那個時候 我其實覺得他 扶他啦 他其實就是扶這個教練 然後所以才會 開始就是控制他的脾氣啊 或者控制他的壓力 然後那個就是忍耐 然後去打 但是呢 這個壓力的一直在 他的成就超過他的教練之後呢 就看看開始失控 就是 電影到中段的時候 這個 冰人啊 在表面上看起來很冷靜 但是呢 私底下他非常非常的龜毛 你知道嗎 他就是 我不知道 欸 你們沒有人在看銀河飛龍 對不對 嗯 《星際爭霸戰》系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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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種族就叫伯格 你知道嗎 但是呢 有一些是參考這個有幌球明星的 欸不對啊 伯格人不是那個會去複製 對是 但是伯格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講你知道嗎 因為伯格這個球員 他看起來非常非常的冷漠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他的傳說 你知道就是說 他 比如說他爸爸媽媽有沒有 載他去球場那個 他規定 每次都要一輛一模一樣的車 一模一樣的款式 一模一樣的內裝 然後他在球場的時候 他絕對不踩線 因為那個就是他 就是變得非常有兩種強迫症的味道 然後他爸爸媽媽來這邊看球賽 要求他一定要穿 一種顏色就是那個什麼 不起眼顏色的衣服 然後被安排坐在一個 每次都在那個 每次都在那個位置 一模一樣 絕對不可以不一樣 然後他會在那個什麼 比賽前準備50支球拍 然後在前一天晚上 然後開始那個什麼 在在整理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彈性或什麼 就他一絲不苟龜毛到爆炸 然後甚至連那個訪談的人 那個想要拍他說年輕的時候 在哪裡 因為他裡面有一個傳說 他年輕的時候 其實就是還沒有那個什麼 進到那個職業訓練的之前 他其實是在自己家附近的那個什麼 車庫前面打 對著車庫的門打球這樣子 對那 後來那個什麼 就是大媒體要來拍他說 希望他能夠重現這個畫面的時候 他因為找不到內 記不起內扇門 他 不肯拍然後他跑回去找那個什麼 他以前的那個 他小時候拍那個什麼 拍那個的畫面 就等於說 所有人就是前攻進 就是就是不能夠 就是他不肯不肯拍 他只是他 原因只是因為他想不起來在哪裡 對那 為什麼呢 可是看到後來就知道 為什麼他這麼龜毛 是因為他很敏感 他很神經質 一開始我在看以為 因為大家形容說 他像機器人一般 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我在想 他為什麼那個什麼 為什麼會聯想到 銀河飛龍的伯格人 因為伯格人是半人半機器 然後半人半機器 然後那個沒有什麼感情 幾乎沒有感情的 一個一種那個種族 然後會把人家 童話然後變得跟你一樣 是機器人這樣子 對 所以我才會那個時候 不由自主的聯想到 是不是那個 因為他是1980年的那個什麼 網球名將 然後大概那個什麼 銀河飛龍大概就是1987點左右 就差不多在那個時間點 大概伯格快退休之後 銀河飛龍是出來了 對啊 所以我才會想說那個 不知道編劇是不是有那個什麼 有沒有參考到這件事情之類 這是我自己隨便亂想的 但是他們名字是在太接近了 你知道 然後他們的個性又如此之接近 所以我會忍不住想要 會聯想到這件事情 好 講到後面 我講了老半天 就是沒有講到重點 因為講到後面 其實你覺得他好冷靜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他不冷靜 他是用這些事情 來整理自己的那個什麼 快要爆炸的情緒 你知道他其實是很敏感的 所以他才會要求說他媽媽 怎麼一定要站在那裡 要不然他會干擾他的情緒之類的 對 那另外一邊呢 西亞底壁服的情況也是一樣 西亞底壁服的情況 常常是因為在球場上面 聽到鴿子的聲音 然後覺得很吵 然後就爆炸 然後就影響他發球的那個什麼 專注之類的 然後就爆走之類的 所以那個 反而是就是那個什麼 柏格看出來他跟他是一樣 你知道 只是因為那個孩子 因為他們兩個人都有講他們 小時候的事情 那柏格年輕的時候 其實是有教練導引他 但是呢 這個馬克安諾沒有 這個馬克安諾的情況是那個什麼 他一直想要求表現 然後他爸爸那個 裡面也有他跟他父親的戲 然後他爸爸其實 只是變成說 覺得自己的孩子很棒 與有榮焉 然後常常拿出來獻寶這樣子 但是呢 他沒有辦法幫助他的孩子成長 但是西亞底壁服在演的那個角色也是一樣 就是他其實還是很渴求長輩的引導 所以他會在電影的 我覺得那部片好看 就是好看在他的細節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這些細節呢 對一般那個想要看那種 刺激電影的人來講 可能會壓力 可能就會他們 就會不想看 因為他其實講的事情 是一個那種 情感面的東西 所以像馬克安諾他在 出去打球之前 比賽之前 他會要求他爸爸陪他 然後爸爸沒幹嘛 爸爸沒辦法對他做什麼 所以他就在一邊玩甜字遊戲 然後一邊跟孩子下棋 然後孩子就是也沒有要求他幹嘛 就是要他下棋這樣 要他陪他下棋 就真的只是要他陪他而已 但是這應該只是一種他希望長輩能夠引導他 或者是希望長輩能夠陪 雖然爸爸能夠陪著他的那種穩定 穩定他的那個心 那個訓亂的那種壓力與心神 對因為裡面有幾段是那個 像另外一邊伯格簡直快崩潰了 你知道嗎 他已經到後來變成 有的時候 我覺得他裡面那個情緒 其實我看的時候 其實非常有 有那個什麼 有共鳴 就是有的時候 你覺得你在保持冷靜 可是到最後你突然間 你 變成你是去 對你的家人或對你的跟你很好的朋友 有沒有 你去 傷害他 來發現你的情緒 你知道嗎 就是 柏格這個也 柏格這個球員 他其實對 對球迷啊 或者是對那個媒體啊 其實都是很有禮貌的 就是都是那種 冷冰冰的 就是那種 不是大火大叫 那種 是那種 冷冷的 講一句 那種 非常不留情面的話 就是 你看他就是那個 比如說 旁邊他就壓力 一副壓力很大的樣子 然後 教練可能會旁邊就勸他 就是這時候不要想太多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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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柏格就會回他說 那個什麼 你每年都講這一套 不然你要怎麼樣 對啊 還是 你那個什麼 要繼續對我吹噓 你那個入圍的那個經驗 你知道 這個話非常非常的毒 你知道 就是 他其實有點暗喻的說 那個什麼 你現在 我比你厲害很多 你不要跟我講之前有的沒有 之類的 可是人家就是知道你有壓力 所以他才要安慰你 但是 你這個安慰的人 也是戳在他的那個 正好這個要爆炸 那個情緒上面 所以他彈回來 其實就 就在傷害人家 這樣子 嗯 就是像他太太 未婚妻也在跟他講說 你會贏的 你會贏的 然後他會回他說 你講那麼簡單 對啊 就是 如果你覺得 我那個時候很難搞的話 你就不要跟我結婚 然後就是那種 講那種 很雞巴的話 你知道啊 就是為什麼 他就是壓力很大 他就是發洩壓力 他又覺得旁邊的人 沒有人能夠懂他的壓力 你知道 所以他就自己一個人 在那邊 快要抓狂 這樣子 但是 這電影其實就是在講說 他如何克服這個 快要抓狂的一個 那個 快要爆炸的一個情緒 快要受不了 就是他最後是 甚至就是一點都不想去打 你知道 那 另外一邊呢 其實我覺得啊 我到最後其實我寫這個影評說 這部片啊 其實是一部愛情電影 你知道 是兩個男人之間的愛情故事 你知道 真的 這部片真的很 很有那種愛情片的感覺 你知道 心心相喜的感覺 但是那個 那個愛的那種感覺 又是那種 我覺得他處理的又很有趣 因為這兩個人幾乎從來沒講過話 他們只能夠在那個什麼 比賽當中 就是先看對方的錄影態什麼的 或者是他們那個什麼 在休息室那種錯身的過 然後兩個人眼神交錯這樣子 之類的 然後呢 另外編的那個什麼 馬克安諾 其實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小伙子 然後裡面有幾段 就是他在 在練習的時候 那個貼著海報是貼那個誰 他想要成為像伯格一樣的那個什麼 因為他比他還要早出來嘛 然後 對 所以他就是一直想要成為跟他一樣的人 所以他其實在那邊放他的海報 所以他最後其實要跟他偶像打架 他等於是要迎戰他的偶像 他想要超越他的偶像 你知道 然後裡面 但是所以 但是他 其實也是有害怕 但是他 變成常常 因為他常常在那邊發火 所以人家常常在揶揄他 你知道 所以他到最後都會爆走 說你們為什麼老是談兵人啊 你為什麼不談我啊 什麼 在訪談的時候會突然間爆走 然後罵人這樣子 對 可是他有時候爆走的時候 然後有一場戲 都很有趣 他爆走完以後 在那個什麼 在休息室裡面 就整個在那邊 然後結果就發現 其實那個 伯格就坐在旁邊這樣 他突然間不講話 你知道 然後就看著他 然後伯格就忍不 就是 對他稍微微笑一下 這樣子 兩個人突然間有一點那個 呃 對上了 但是對上那個感覺 是一種尷尬的感覺 就是 呃 我很想打敗你 可是我又好崇拜你 你知道 然後另外一邊這個 柏格的那個感覺是 我懂 小子我懂你的感覺 對那個 我也知道你壓力很大 因為我也 我壓力也很大 然後 最後一場戲啊 最後一場 終於要決鬥了 終於要打了 可是 我覺得啊 他那個 呈現的方法 基本上 就像我講 他是 這部片沒有什麼 那個 炫球技的那種動作 他不會有那種殺球 然後那個球好像很快 然後下來什麼之類的 就是他 都是那種用剪接的 把這些比賽的過場 過過去 可是呢 他有點像那個 灌籃高手 你知道 那個漫畫 最後那一場 那個三王 對對湘北 你知道 三王對湘北的最後 一節 的那個 的那個處理方法 就是每次他一打 你知道嗎 然後接下來突然間 就出現他過去的事情 他小時候 我想打總 我想打網球 教練我想打籃球 然後接下來 就這樣回過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 兩個人的眼神 的那個對決這樣 兩個人都瞪著對方 然後 然後還有比數 一直不斷秀比數 可是 可是這部 因為這場比賽實在是太可怕了 光是秀比數 你就會被嚇破膽 你知道 因為這壓力太大 就等於是兩個人 很可怕的壓 很可怕的拉鋸 你知道 誰都不讓誰 誰都不讓誰 就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 那個 就是 比如他那個比數很可怕 就是等一下 他 比如說稍微超前他一點 另外一個立刻追平 一直超前 然後弄到最後那個什麼 本來應該是 那個 他那個計分的那個東西 已經不算 到最後變成那個什麼 絕殺 只要有人 只要有人超過 一點點立刻就贏 但是兩個人就這樣 一直撐下去 你知道 然後我覺得 我剛剛看比數所有人 胃都很痛 就到底要怎麼辦 就是你都不知道誰會贏 你知道 但是看到那邊 其實也是已經 就是那種 我自己看也都懂了 你知道 就是這兩個人的能力 其實 不相伯仲 就是一樣的 但是兩個人 到最後就是看誰 意志力撐不住 這部片其實在講 意志力這件事情 就是你 球技啊 技術都不是 都不是他要講的事情 是在講你的意志 如何撐過這一段 就你們兩個人 能力是類似的 都一樣 那接下來只要看 但有一方先放棄了 所以就輸了 就變成兩邊的人 一直在拉鋸這樣子 那怎麼樣 到最後比數怎麼樣 我就不講了 因為你們有去看 你就會知道這樣 到底誰贏誰輸 就不應該要 對 當然如果你們想要去研究 這畢竟是歷史事件 所以是看得到 但是最好不要去找 如果你不是很搭網球 不是很想 不是很熟網球比賽的話 那正好就是不要知道 因為這部片我覺得 好就是好在其實也是一個 讓你認識網球的那個 的入門 就是 我像我不是很想 我其實也不是很了解網球 偶爾看一下 就大家看什麼 台灣的那個什麼 什麼 偶爾看一下這樣子 但是呢 看這一部 你就是可以感受到 運動員之間 他們面對壓力這件事情 對 那 我覺得好看是好看在愛情 他後面那一場真的 我都覺得 因為我覺得這部片 我為什麼很喜歡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用 我其實被導演 我其實一直都不知道 他們 我就等於就是一直想看 他們接下來要幹嘛 幹嘛幹嘛 然後就知道說 這個壓力很大 但是呢 我看到後來以後的 就是他們打那場比賽的時候呢 我感覺到 他們兩個人心心相喜的那個氣 可是很有趣就是都沒有講話 他只是靠畫面切換 我就知道這兩個人 喜歡上對方 然後也尊敬對方 然後那個 然後 到最後比賽結束之後呢 因為你知道 比賽結束以後會有那個球 那個贏的人會有拿 拿那個什麼 第一名的那個罐子舉起來 各種儀式嘛 電影就開始形容 就是描述那個儀式 描述儀式 然後再接下來那個什麼 有Party 你知道 然後呢這兩個球員就沒有再見面了 你知道 可是我那時候就想說 拜託拜託 你讓他們兩個再講 在那個時候 因為他們前面那段其實是 戰到一個已經那個 你知道有點像那種 孫悟空跟達爾 之前打到那個兩個人 苦戰到兩邊到最後笑起來的那種 那種那種打 的那種打鬥你知道嗎 兩個人其實玩到後面是很純粹的 旁邊的那些人都不重要了 只剩下你跟我而已 然後我們就來拚吧 就是拚誰贏 這樣子那種感覺 對就是甚至有一段是那種那個什麼 打打打到那個 失敗其中一個球員他失敗了 就是他有一個失誤 然後被排班判失誤 他看起來都很沮喪 然後對手過去拍拍他肩膀說 沒有你打很好 那我們繼續 那種感覺 然後打到 所以後面 到最後那個要結束的那個什麼 的一些那種 訊息的時候 然後我都在想說 他們兩個什麼時候再見面 趕快讓他們兩個見面 再講句話吧 這樣子 然後電影到最後呢 終於讓他們見面了 因為伯格最後他有一個未婚妻 然後他們要搭飛機回去的時候 在飛機場巧遇馬克安諾 我覺得這對很可愛 因為伯格就決定要 兩個人就突然間那個什麼 王劍王又再次王劍王 然後在大廳裡面 然後兩個人往對方走過去 這樣 可是走過去以後兩個人說不出話來 然後 就是那個什麼 伯格就 不過因為平常這個很冷靜的人 就他講話就這樣 就有點害羞 你知道 就突然突然間不知道講什麼 就 就有一點 你 然後反而是馬克安諾 馬克安諾本來就是一個那種 私底下其實是很開朗 然後朋友很多的人 然後就開口說 欸你不知道要怎麼報了嗎 這樣來 那個什麼過來過來過來 然後兩個人就抱在一塊這樣 然後兩個人抱在一塊的時候呢 我覺得這場戲很好笑 因為他的那個威魂妻 就像個路人一般在旁邊看著他們 所以這是兩個男人的故事 然後那個女人完全不重要 你知道嗎 然後最後電影就是那個什麼 字幕拉上來的時候 全部都是那些 他們真實生活裡面兩個人在一塊的那個什麼的照片 就是 欸這是一部愛情電影 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 因為那個在那個 不是有一本那個編劇書嗎 心上英雄救貓咪 他裡面其實就提到說 不管是愛情電影啊 或者是警匪電影 他們其實在講的事情就是夥伴 夥伴電影 就是通常 不管是這個人只是 差別只是在這個男的是情侶 或是這個人跟你是朋友而已 的差別 就是他們到最後發現 架構是一樣的 對架構是一樣的 就變成他們到最後發現他們 是他生命中最不能缺少的那一塊 所以我最後看完的時候 我就哇 就是 好棒喔 你們兩個真的變成朋友真的太棒太棒了 那種感覺 那我也 我也 我也很訝異我的情緒被牽動 因為他其實是一部很冷的片 你知道嗎 可是我卻被這種冷的那個切換的那個畫面 弄到最後我情緒 情緒被他們兜到就是我 兩個趕快見面吧 那種感覺 對所以我很喜歡這部片 但那天看特音的時候他們其實還蠻特別的 因為他們 其實找了很多的網球 網球 那個什麼 台灣的這邊網的人士去看 喔 是 然後還獲得了什麼 我看一下 喔 還有禮物耶 還有那個什麼 膝蓋 膝蓋奔帶 你知道嗎 對就是他有送東西這樣子 然後當天還有抽球鞋這種的 那個活動 這樣子 所以啦 就是我個人其實是很喜歡的 對啊 但是我也很擔心說他其實不會 可能不會被一般主流的那個什麼 的觀眾 會去 注意到 對所以我還 為什麼要特別畫篇幅講這一部 因為 我真的覺得他在那個製作上面其實是 技術面其實是很值得去研究 那你覺得這部片跟那個決戰終點線很像嗎 決戰終點線 決戰終點線 等一下我看 喔 有 你講的是那個什麼賽車的那個 對不對 有有像 但是他比那個什麼 他比他更能 他比決戰終點線更能 因為那個 畢竟那一部 決戰終點線那一部的兩個人其實是有對話 然後有吵架 然後他們還有很多賽車的那個什麼 精彩畫面 對 但是瑞典這一部 那個什麼 這部可能因為瑞典電影 然後他拍網球的部分 所以他網球的動作其實是 我覺得他還刻意的想要把那個技 技巧這個部分啊 把它快速處理掉 你都會看到人影那個什麼 一個很快的那個人影 根本看不是很清楚 然後就 然後過去然後就 就切掉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那種 只是那種 他的那個慢動作鏡頭 就是我們電 體育比賽畫面 不是都有極慢速鏡頭嗎 但是體育體育他的那個極慢速鏡頭 沒有那個什麼 沒有帥氣的畫面 都是那種那個慢慢的慢慢的那個 然後讓你看他的表情這樣子 對 所以我看的時候就是覺得說他那個 編導啊 在一開始他就不想要炫機 就不想要拿炫機這件事情 所以他只是想要把這件事情 集中在 男人的意志力這件事情上 男人跟男人的意志力 兩個只講意志力的男人 我們最後終於在一起的故事 你知道嗎 一直一直 我一直不斷的強調這件事情 看看有沒有女生會想要看 就是有沒有那個 但是這部片兩個男的都超帥的啊 對啊 就是應該可以去看一下吧 對啊 如果那個我覺得可以 可以開發浮像的那個 浮像 對可以開發浮像的那個 那兩個人要夠帥啊 帥啊 那個什麼 那個伯格是那個什麼 伯格那個男主角真的是帥到爆炸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這部片當時在國外還有一個 呃就是 一個那個話題就是他們找到這兩個演員 實在太像了 實在太像了 噢是是是 所以 對可以看一下 真的 你講這部啊 我想到 之前好像有一段時間話題 還蠻熱的那個 勝負反手拍 那部 那部 你在講說男生跟那個 對對對 男生跟女生決戰的那個點 就是裡面有趣的是 他的重點也不是在 這個這場比賽到底有多緊張 重點是他前面 比賽之前 他去鋪陳兩個人他們的 身份背景 然後他們自己的 性別上的 那個承受的壓力 還有他們的社會期待 導致的 對兩個人來說 這場比賽都是輸不得的 然後 不是緊張在你們看打球過程 緊張緊張在他們輸了 該怎麼辦 這樣我覺得有趣的是 他們也是一樣到 私底下變成好朋友 對啊 就是打到後來就是變成 從一開始的敵人變成朋友啊 對啊那這一部其實也是 就是到最後兩個人變成好朋友 以拍交信 真的 對我那時候 可是我覺得這部片的手段高啊 就是他們 基本上他們連隔空喊話都不太有 你知道嗎 就是連對話 基本上沒對話 然後可是 完全是靠著那個什麼 耳聞 或者是看畫面 有這個 看到有這個角色 看到有這個對手 然後 到最後打的時候才見面 打的時候才見面 然後這樣一打變朋友 這樣子 我覺得 他營造這個氣氛 我覺得很厲害 是 好來這個是 決戰賽末天 以前叫做決戰溫布頓 那個時候好像是 還是那個觸電網取的 然後只是 現在他改名叫決戰賽末點 你知道嗎 叫決戰賽末點 其實還蠻貼切的 因為他最後面那個 主力就是在講賽末點這件事情 因為賽末點的意思就是說 你已經 平了嘛 就是平局 平局到最後那個什麼 你要你要增賽末點 然後增賽末點就是比積分的這樣 比積分很恐怖 你知道嗎 就是只要稍微多一點 你就 你就輸了 你沒有什麼機會 這樣 對 來 這個是決戰賽末點 好 聽你這樣講 我突然知道為什麼 西亞里畢伏會想要演這部電影 可是西亞里畢伏在這部 對 其實西亞里畢伏一開始被選的時候 因為他平常的那個螢幕角 個性不是一個很暴走的男人 對 但是我覺得這部片 我覺得西亞里畢伏 我不知道他怎麼想的 但是他在這部片 其實他的詮釋比較冷靜一點 因為他 他雖然在這部片是個配角 但是他其實 這個角色啊 其實到最後其實也有改變 就他從一個暴走的男人 然後一直到 突然間跟他的那個什麼 跟伯格打的時候 他 之前的那個暴走 因為他前面還有一段就是 那個 因為大家都太討厭他了 但是又因為他技術很高 所以一定還是要 還是要還是要播他嘛 但是他們有私底下說 只要是他的部分有沒有 他他就是有賣 收麥克風收他的部分聲音 就給他降低 因為很怕他罵髒話或是幹嘛的 你知道 但是呢 就出乎意料之外 是 他在這場比賽裡面完全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舉動 就是應該是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就是說 其實他在成長 然後但是他的成長 是因為跟他的對手對打 然後 而成長 等於是那個 他那個什麼 伯格既是他的對 其實既是他的對手 也是他的老師 只是他是變成 我跟你我跟你打 然後打到那個時候 他就開始想要追上他的那個 追上他的那種冷靜 然後他自己也變成這樣子 那種感覺 那就有點我們平常看日本格鬥漫畫有沒有 這個人邊打邊成長啊 他用快速的 他用很快速的那個 正在不斷的成長這樣子 真不曉得接下來 打得贏打不贏他有沒有 就是在那邊講這個 叫孫悟空啊 或者是那種那個 什麼名人有沒有 越打他又成長了 你知道嗎 對 他就是在實戰當中 不斷的突然間 瞬瞬瞬瞬的變成熟這樣子 對那那一段其實 所以那段其實看的很熱血 然後厲害的是 就是他不是靠球技的 他就只是看比數 然後眼神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一些那種 那個什麼慢動作 這個這樣子 然後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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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這個人 他他不一樣 他不一樣 那種感覺 好看 真的很好看 但是要 一開始一樣 就是你要 你不能夠抱著看那個 不能夠看 不能夠抱著看爽片的那個 形態去看這一部 對 你不能夠有那個 預設立場 對 嗯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我們現在看到霸王龍選手 被美女克萊爾 舉著信號彈領進雷台了 霸王龍選手 挑釁帝王霸王龍 還要的觀眾們看的是目瞪口呆啊 兩隻霸王龍展開了激烈攻防 霸王龍企圖攻擊 帝王霸王龍的頸部 不斷撕 帝王霸王龍慘叫一聲 而第二下卻閃開了 還給霸王龍一左掌擊打 右手把霸王龍頭往下壓 順勢做錯拋摔 霸王龍失去平衡倒地了